学校举行射击比赛 本是一场男人的运动 这个柔弱的女子却举起了步枪 教练说 事件准心靶子三点一线 下一秒 小美却扑哧扑哧连开三枪 枪枪命中靶心 力压群雄夺得冠军 小美的射击天赋引起了军队的注意 她被选中参加射击训练营 推受最残酷的战地训练 在这里 小美学会了挖战壕 在淤泥中快速前进 全地形快速分析 预判敌人的移动路线 还学会了伪装自己 几个月过去 优异的结业成绩让教官很满意 一身大山是小美的相亲对象 美丽大放的小美 也赢得了家人的喜欢 此时战争爆发 小美要参战保家卫国 大山希望她留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小美毅然奔赴战场 炮火连天 尸痕遍野的战场上 小美刨住了被掩埋的狙击枪 凝神近期 一枪干涉的弹出波影 近距离的炸弹将她干蒙了圈 但在队友的掩护下 她迅速调整状态 又是一枪子弹击中炸水 随后 队长补刀将坦克点燃 敌人瞬间变成了火人 当德军指挥官出现在瞄准镜中时 小美犹豫没有抠下板击 而身边的队友却被敌人击毙 愤怒的小美果断抠下板击 战争结束后 小美久久不能释怀 因为是她的犹豫让战友重担 这一把狙击枪是她摧毁坦克的脚力 她暗暗发誓 要用这把枪干掉一百个敌人 队长说 她曾一发子弹干掉三个敌人 这惊天之举让小美心生羡慕 随后 战争中私自离开坑位 她要和队长一样来个一穿三 可惜最终只杀死了两个 暴露了位置的她 招来疯狂的火力覆盖 幸亏队长及时赶来将她救下 队长的照顾让小美放心暗许 这天晚上 对着队长就稳了下去 可队长却拒绝了她 她知道 身处战争年随时都是生命的终点 一场炮火炸飞泥土 正外战壕的小美被深深地掩埋 队长疯狂地徒手跑土 救出了失去意识的小美 这一刻她才发现 心中早已落下小美的容颜 她亲自将她送往占地医院 而救治她的 正是曾经和她相亲的大山 病床上 那两人亲密相拥 让这枚求婚戒指黯然失色 大山为了小美 主动放弃了安逸的后方 来到了离她最近的占地医院 虽然小美的心中没有她 可大山仍然精心照顾 小美的上市刚刚好转 就遭避了随机 如雨点般砸向甲板的炮弹 正儿一龙的轰炸声 让手无寸铁的小美无比恐慌 好在飞行员战友们赶来 成功击退了敌军 看到了回撤的几方部队 她开心地上前 想迎接猎人的龟打 叫住小美的女战友 递给她那把队长用的枪 队长战死的恶号 让她隐含泪水 她迫切想回到战场 用自己的力量为爱人报仇 明知她的身体还未康复 大山还是同意她出院 作为回报 小美亲吻了大山 这个叫小帅的年轻人 是小美新的队长 内心的仇恨 让重返战场的小美变了 她冷酷无情 她开始折磨敌人 连开两枪 只是让她失去行动能力 对方的惨叫声 在小美天然是种小兽 小帅一枪 结束了敌军的性命 她告诉她 不要被仇恨蒙蔽 上了战场 就不再是自己了 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小美和小帅 配合很默契 在山顶 雪地和草丛里 都是他们狙杀的天地 小美的突出表现 让她成为了英雄 不仅拍起了宣传照 连小帅也对她 充满了倾慕 年关将至 大家沉浸在 节日的喜悦里 这时 拿酒杯的小美 和一帮男人 发生了冲突 小帅冲上去 就和对方扭打在一起 她身上的男子气概 将小美吸脸 两人就这样 在宴会上 稳在一起 看着旁边 目瞪口呆的大山 先来只想说 山哥你要坚强 往后日子里 两人的配合更默契 几百名敌人 因此成了 小美的枪下亡魂 她成了民众眼里 花木兰木鬼鹰 就连十来岁的小孩 都以她为榜样 然而 幸福总是如此短暂 一次执行任务时 小帅悟出了 德军的陷阱 铺天盖地的炮火 瞬间袭来 眼看着要被炮火掩盖 小帅用身体 护住小美 换来她的平安 痛失爱人的小美 躺在病床上 是那么无助 这大山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却无能为力 军方甚至不顾她的伤势 强行让她换上军装 举枪站在镜头前 因为战争 需要英雄鼓舞士气 敌军得知 小美活着的消息 对方的著名狙击手 放话要和小美对决 这是一场强者的决斗 两个顶尖狙击手 隐藏在矿影中 谁先露出破绽 谁就必死无疑 一天一夜过去 戴伤上阵的小美 伤口再次变开 血流不止 小美明白 再耗下去 必败无疑 她将鲜血抹在自己的额头 得翻狙击手 震惊地抬了下头 就是这个破绽 小美瞬间击毙对方 而她也被打中了身体 随着战争进行 苏军被迫要撤退 大山希望可以给小美一个名额 但将军却表示 她负命只撤走官员和专家 在桥上挤满了迫切 离开这里的军人 可没有船票的 他们无法离开 大山和守卫接转后 带着小美离开人群 在桥上 小美终于明白了大山的爱 黎明的海边 他们畅想着未来 直到潜艇前 小美才明白 大山并不和她一起走 在小美被塞进潜艇的那一刻 大山的眼中满是诀别 德军的空袭就到了 在桥上的人们惊慌地投船 可战火中 他们哪儿都去不了 只能被留在赛城 或战死 或沦为战俘 潜艇中 小美翻出了那张撤离证 上面赫然写着大山的名字 以及那枚未能送出的求婚戒指 这个曾经懦弱的男人 最终将活着的希望留给了小美 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小美 最后成为了一名英雄 在上集的安排下 她此后都没有再参加战斗 她也成了第一个 住进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公民 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中 她一次次地讲述着 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讲述的是 苏联一代狙击女王 刘德米拉的人生经历 现实中的刘德米拉 竟认为海军少角 在她的一生中 她爱过的人都在战乱中失去生命 我们也通过她的经历 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最后约世界和平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到这 我是香兰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 谢谢